那我们对于光斑的选择和能量的选择如何选择呢 首先我们可以把一个能量适当的稍微调 比方说调到第二个档次 然后我们来进行做测试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一个二的光斑 频率的话我们为了观看 我们尽量把这频率调慢一些 在口控范围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这个光斑处在一个七 我们先从第一的开始 二的光斑是最小 那我们就可以打出来看一下 二的光斑打出来的话 它是比较强的 因为它光斑点比较小 因为它的光斑点比较小 那现在我们调三的光斑 它会比刚才的要大一些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能量我们是处在没有变化的 所以它的光斑大的时候 那么它的一个密度会产生了变化 现在我把光斑调到一个四 直接调到五吧 这样子看起来反差会比较大一点 手机太好了 拍出来的都一样 好 先把光斑调到一个七的光斑 这光斑就比较大 然后九的光斑它同样会更大 那像大光斑的话 是比较适用于那种皮肤特别敏感的人 一点点的能量它可能就会觉得 都已经觉得能量挺强 并且的话呢 它的皮肤反应会比较强烈的时候 才会用到那么大的一个光斑 那在我们皮肤操作的话 我们正常人的一个健康皮肤 那像这大光斑 现在是一个九的光斑 打皮肤上面 它没啥感觉 并且的话呢 它的作用也没有一个多强烈的一个作用 对于色色爆破那更别说了 因为它能量比较分散 那如果说在同等能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光斑适当调小 比方说调到一个五 然后我们来试 这时候客户就会有感觉了 皮肤上面也会有感觉了 但这时候感觉并不强烈 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前表的毛发爆破 是没有问题的 它毛发是可以打白的 嗯 那它毛发是可以打得白的 就这种汗毛啊什么的 是可以打得白的 那如果说我要需要更强烈的变化 就是说我能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把它调小 那这时候调到一个三 就可以看得到 这种比较强烈的变化 并且的话 可以听得到它的一个爆破力 而且它会轻微的 会有一个皮肤的一个反应 然后过一会的话 它皮肤就会出来红了 那如果说我们在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把能量调得更高一些 那意思也就是说 把这个能量再不调动任何东西 我只是拉动它的一个距离 比方说三到五公分呢 这时候就很强了 那可以明显地看得到 皮肤已经被爆破了 表皮已经被爆破了 已经皮损掉了 那这小白点不是永远的 只是当场的一个 所以我们在操作皮肤的时候 你看现在就那红色的 慢慢就可以开始出来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操作客户的时候 你是想让它皮损不皮损 还是说一点点感觉 轻微修复 那这种小白点的话 它会介于一种 破皮和不破皮之间 或者是直接破皮 多打一到两下 它就直接破皮了 那它会直接结甲的 所以你是想让它 从轻微的修复 到严重的修复 就强烈的修复 你是让它哪一种过程呢 这是我们皮肤的一个反应 是我们皮肤的一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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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皮肤的一种过程